介绍一下滑板的种类 首先要说的是我介绍的是我所知道的 以及比较普遍的类型 一些奇形种或是极特殊的版型 或不知道的自然就不会提到 滑板最简单的二分法 用来滑的板跟用来跳的板 前者就先叫它滑板 后者通常都叫它技术板 前者的滑板可以再细分成交通板及长板 交通板依照长度分为小鱼板及大鱼板 55公分长的是小鱼板 70公分长的是大鱼板 至于长度超过70公分以上的 则一律都叫长板 长板的长度就很可怕了 6的板子可以长到120公分 再来介绍长板的板型也有各种花样 6的中间下凹 6的前后挖洞 这两种都让你在登地时更轻松 因为膝盖的弯曲会更少 所以自然也有右下凹右前后挖洞的板 根本是滑形之王 近来也出现一种像弹一样的滑板 鞋带非常方便 只有46公分 但是滑起来就比较需要技术了 如果觉得板子太长不好带 折叠滑板是你不错的选择 最后聊一下胖拼板 这种板你的脚不用登地 只要站在板上一直扭 就可以持续前进 介绍一下滑板 有哪些分类 用突不突起分的话 可以分成传统培林 及一体式培林 用珠子数量来分的话 有7珠 6珠 5珠 用珠子材质来分的话 有钢珠与陶瓷珠 陶瓷珠还可以分成白桃珠与黑桃珠 防尘盖则有铁盖及尼龙盖 铁盖是封死的 尼龙盖可以自由拆卸 保持器则有尼龙及铁的 我就从便宜的培林开始介绍起 一般来说铁盖培林都是工厂在用的 所以通常也叫工业培林 这种培林不用保养 给它抄到坏就对了 通常里面的保持器也会是铁的 所以是铁加铁的组合 去滑板店买一整个品牌的滑板 一般附的就是这种培林 再来讲到传统培林 一般人最常用的就是尼龙盖钢珠培林 这种培林最普遍 闭住眼睛买通常都是这种组合 如果你的滑板是以单纯滑形为主 再来有可能会进阶到买陶瓷培林 陶瓷培林还有分陶珠加钢套 或是陶珠加陶瓷套 理论上来说全部都是陶瓷的培林 会更适合长距离滑形 另外也有一种很特殊的培林 它是没有防尘盖的 用起来的感觉其实也不差 我自己用的是买一体式培林回来 把钢珠换成陶瓷珠的一体式陶珠培林 另外也有自己弄一个无防尘盖的全陶瓷培林 介绍一下滑板轮架 如果有自己上网买轮架会发现 上面标示的是五寸轮架 七寸轮架 这代表的是整个轮架的长度吗 还是说不是这样子算的 我拿一个手边的轮架做示范 这个轮架是七寸轮架 下一张图你就看得出来了 这个七寸指的是中间的部分 不包含凸出去的两个螺丝端 另外也说说那两个螺丝端个是3.5公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买切齐板子宽度的轮架 就可以知道七寸轮架应该搭配的是24.5公分宽的板子 同理可证 如果你的技术板宽度是7寸的 也就是宽度为17.78 那么你需要的轮架就是17.78扣掉两个突出点共7公分 也就是10.78公分左右的轮架 以及4寸左右的轮架 介绍一下滑板轮子标示的意思 入图中的70 42 86 各代表的意思是直径70 宽度42 硬度86 消通轮的尺寸是直径60也就是6公分 宽度最一般的是45也就是4.5公分 硬度的话似乎各大厂都有自己的基准 所以不同厂牌的数字是不能互相比较软硬的 直径越大的轮子越重启动出速越慢 但是启动之后也会称比较久才停下 这个一样用大卡车跟小轿车比喻就可以了 我个人喜欢用的是小宽度的交通轮 8轮滑板的60 27处地宽度是我的标配 虽然续航比较差但是好起步 特别是遇到一长段微上坡的时候 70的轮子真的会很辛苦 而且与地面接触的宽度越少 自然就减低了摩擦减速的风险 但是轮子也不是越窄越好 我甚至装过直排轮的轮子 宽度小到不行可能不到0.5公分 结果续航完全烙塞一下子就停了 轮子的宽度决定了地面的适应性 副月宽的轮子抓地力越好越能克服各种路面 但同样的它也会造成你续航力的下降 这之间的拿捏就看滑板人的智慧了 技术版的轮子是硬的 52×32硬度100的轮子又硬又小 不适合拿来滑行 比较适合用来玩花式 顺便介绍一种特殊的鲨鱼轮 侧面看起来像方形 但其实溜起来是圆形的 有兴趣的自己Google它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